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所有的NIW申请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我们知道美国移民局在2023年初 颁布了新的规定 说从2023年的1月底 1月30号开始 所有NIW,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国家利益豁免这个类别的I140申请 都可以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或者叫PP,就是加速审理 我们知道此前像EB1A,EB1B,H1B,L1,O1等等一些申请 已经可以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那么移民局在此前也就宣布过 说要扩大加速审理适用的范围 那么新年一时我们看到 移民局已经有了新的动作 具体来说 想要加速复理这个case的人 可以提交给移民局额外的费用2500美元 那么移民局收到以后 对于NIW类别的申请人 会在45天内完成审理 要么直接批准 要么ECU,RFE或者NOID 直接被拒的一般很少 注意这里是45天的时间 不是以前的15天 但是呢,比起过去 这个Regular Processing NIW从申请到批准 经常要半年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还是要快得多了 那前面提到呢 这样的I140申请 提交以后要么直接批准 要么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 在补充材料以后呢 移民局也会在45天内完成审理 这个是对于NIW 同时呢,对于EB1C 跨国公司经理 这样类别的申请 也有同样的规定 在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在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的 专栏文章上面 也有这方面的详细的说明 那NIW批准了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来说 目前还有排期的问题 但是呢,即便如此 你140批准了 有一些 马上就可以取得的好处 比如说 对于H1B的个人来说 他的H1B身份可以延期超过六年 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不受六年限制的影响 那么Pail呢 如果是拿H4签证 那么也可以申请EAD 可以为任何雇主来工作 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者不工作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 美国的一些大的IT公司出现了这个Layoff 比如Amazon,Microsoft,Facebook等等一些公司 都宣布了有大规模的Layoff的计划 那一些小公司的呢 可能有的就都没有上新闻 但是呢 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对于雇主支持的Perm类别的绿卡申请 如果要换工作 那么有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绿卡申请就需要从头再来 除非呢 绿卡申请已经进行到 快到这个完成的阶段了 那如果是在中间阶段 140已经批准了呢 换工作以后呢 可以保持以前的优先日期 但是新雇主仍然要为个人来办这个Perm的申请 从这些角度呢 我们看到比如说 大家知道呢 过去一些年在美国在热门专业工作啊 工资啊等等 Compensation比较高啊 这当然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 个人呢 需要有绿卡以后才可以更稳定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可能很多人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有绿卡以后呢 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 保持在美国的身份 都会有更多的帮助 从这方面来说 如果说符合NIW的条件 不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啊 那如果有硕士学位 或者说在其他方面 有突出的成就资质啊 那也可以办理NIW的申请 那么现在呢 NIW允许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就对很多人来说呢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啊 那你提交了申请 如果选择PP的话呢 不用多久就可以得到结果 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对吧 对有的人来说 哪怕早一天啊 知道结果也是好的 可以放心啊 那有的人呢 说我的工作很稳定啊 我现在也不着急 反正也要等快期啊 如果使用PP 我还担心会有别的更多的风险 那当然了也可以不用 但至少呢 你有这个Option Available 所以呢 总体来说 我们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最近的移民局公布的消息 从2023年的1月底开始 所有的NIW申请啊 以及所有的EB1C申请 都可以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那这样呢 申请人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更早更快的了解到结果 那么取得了NIW属于EB2类别的I140批准 可以有各种好处 那如果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